大家好 这里是综艺茶室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茶叶小知识 如何分辨清香型与浓香型的茶叶 今天我就拿四款乌龙茶 也就是两个品种的乌龙茶 一款是铁观音一个品种 一款是盐茶一个品种 左边这款盐茶它是清香型的盐茶 从调形的颜色它略浅一点 然后右边这款它调形略深一点 就是它黑色比较多一点 它碳背的火供会略高一点 所以它这款茶就叫浓香型的茶 有点色差 待会泡开来以后会更明显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铁观音 铁观音很明显 两款铁观音 左边这款是浓香型 右边这款是清香型 那如何区别呢 清香型的它颜色鲜活 那左边这款铁观音它颜色略深一点 就是枯色更多一点 有点像我们枯叶一样的那种枯色 它绿色偏少一点 那清香型的铁观音跟浓香型的铁观音 最大的区别就是 清香型铁观音要放冰柜冷藏 也就是冷冻 那浓香型铁观音呢 我们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再说一下盐茶 盐茶清香型跟浓香型 它都不需要放冰柜冷藏 在焖茶的时间 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 清香跟浓香茶叶的区别 以及小知识 清香型茶叶呢 我个人觉得因为它发酵程度偏轻一点 那浓香型它发酵程度偏高一点 火候呢也会高一点点 碳杯时间也会高一点点 这两种茶呢 它对胃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清香型的茶叶 它对胃的刺激略微会比浓香型的会大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 特别是在空腹喝茶的时候 清香型的茶 它对胃的刺激就非常的明显 而浓香型的茶 它略微的会比清香型的 对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所以说我们特别是在晚上喝茶 或者是下午三四点四五点的时候 喝下午茶的时候 如果有遇到清香型的茶叶 特别要紧急配一点小茶点 这样会降低对胃的刺激 这款茶呢就是清香型的 泡出来它就是叶片非常的鲜活 非常的绿 拉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茶水的颜色 清香型的铁关 它颜色泡出来呢就是偏青 也就是偏绿一点点 然后浓香型的它有点像红茶的颜色 淡红色淡红色的 这种就是浓香型的 再补充一点 清香型跟浓香型更适合哪些茶油呢 清香型的所有茶更适合于新手茶油 浓香型的茶更适合于老手茶油 也就是老茶鬼 我们再来试泡一下盐茶清香型跟浓香型 右边这款是清香型 大部分清香型跟浓香型的茶叶指的 也就是乌龙茶其中的这几款 铁关音分清香浓香 还有盐茶分清香型浓香型 还有就是凤凰丹丛分清香型浓香型 那还有一些特别小的品种 比如说凤凰丹丛抽丝茶它是属于清香型的 还有安息铁关音的丝茶它也属于清香型的 还有这几年我看过最奇葩的好像是 张瓶水盐湿茶我也有喝过 还有就是盐茶湿茶我也有喝过 或者叫冻茶吧 因为它那种茶就不像我们这种茶 是这种干燥的 它干茶状态是干燥的 它那种湿茶的干茶状态就是那种湿的 楼进去跟抹布一样湿抹布一样那种湿的 刚刚聊天聊太久了有点小失误了 闷泡太久了所以颜色差异不大 那我给它加点水大概是这个意思 现在掺过水以后 清香型掺过水以后 大概就是市场上我们所常见的清香型的盐茶 包括凤凰丹虫 清香型的它也是这种颜色 或者说颜色比这更浅一点 那左边这款基本上是中火或者是中足火 或者是高火的盐茶或者是乌龙茶 泡出来的颜色基本上是这种褐色褐色 有点暗红色这种 好了今天的茶知识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茶叶知识的话 请记得点赞关注收藏 拜拜 拜拜 拜拜